春分又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太阳直射迟到 周夜平分白天晚上一样长 西方白羊座作为第一个星座的开始 真的春天再来了 中东一些地方国家 包括希腊传过去的星座学 美国这些 都是这一年作为新年至少有四个国家 那实际上他们太晚了 中国人知道立春就开始春天了 那说立春才三腰啊 三腰刚开始生 人在地上下两个是地 三腰四腰是人腰 那又说 这个经浙就开始阴阳平分了 怎么到春分 一半的时候才是中间呢 这个很可能就跟这个黄赤胶脚有关系 23.26度 如果用360度除以这个 刚好等于15度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节气 地球又不是圆的 没有那么正好 如果再精细一点 可能跟这个磁片脚 这个磁片脚呢 按道理说是南北极是90度 因为它要玩家垂的 迟到是零度 实际上不是 你看很高的地方 在中国 比较偏北半球 它最大的磁片脚 大概才6度 一般都是2度左右 有没有零度的地方 有 甘肃九泉 一直到西藏的山南 是这条线 零度线 研究罗盘研究死 现在很多科学的东西 这个非常重要 差一点 那就偏差了 所以你就看我们 为什么发射 卫星就在甘肃九泉 西藏太高了 山不方便 然后 它没有风的时候 一下就上去了 要不然还要考虑 这个那个 还得歪着点 还得克服阻力 各种磁场 你找不到这个 昆仑山的 你可以沿着这条线 去走一走 当然左右又差一点 哪高一点低一点 那你要看你自己的灵性 真正灵感好的 修炼身体特别敏感 它在这个历春的时候 就开始感觉到这种阳气 人他就反应慢 西方人反应更慢 所以说他们到这个时候才知道 中国人走了 过了好几个年了 而且都很有意义 人真正的体感温度 是在这个 陈月 就是大概的清明古语 这段时期才舒服一样 应该是清明过后 古语中间吧 取个中间吧 天生于子 地痞于丑 人成于阴 所以人是最慢的 而天之道 在这个立春就开始 春天了 那再说 这个春分的三个节气 这个三个务后 燕子归来 元鸟制 所以说元和令真 这个燕子非常重要 在中国代表迹象开始 然后雷发生 然后使电 这个电在雷之后 现代人科学根本解释不了 有人说电跟雷是一个东西 那怎么叫两个名字呢 一个视觉 一个听觉 那眼睛耳朵都长在脸上 你随便得解释 有人说是云撞在一起 产生雷 然后又电子是怎么样 这个才有闪电 先有闪电后有雷 怎么眼睛在前面 耳朵在后面 光速比 声音传播快 用现实 我们的角度 中国人都是用 你看中医 很多取向 取证 自然物后现象 他一看 有的时候就有闪电 没有雷 你怎么解释 那就闪包裹 有的时候闷雷 有啊 很多啊 有时候 有时候 状况 大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